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性格比较好 就是他想做的事吧 就是没有做不成的 最早我也是不同意 后来他是拼命地追吧 他怎么把你追上了呢 每个周六 他给你们家呼墙啊 每个周六都去找我呗 但是这个你万万没有想到 其实在家里面一个恐无有力的男人 突然之间就瘫在床上了 是 那天我们正常是刚放暑假 下午刚到家 然后他就来电话了 说你过来一趟吧 我说怎么了 我出事了 你过来看看我吧 我说行 你别着急 我过去看看你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就马上就联系人 找车 我们就过去了 到那以后 他说 我的腿不能动了 我说腿不能动 是不是当时撞了以后 撞了哪个部位了 等咱们检查完以后再说吧 完了 然后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待了三天三夜 这三天三夜我们也是跟我闺女一起 也是没吃没喝的 就这么伺候着他 后来 一个结果出来了 医生说 你们要做好饲养准备 他的这个双下肢可能是 永久地就不能动了 当时听完这个结果以后 您不知道 我就觉得天一下子塌下来了 我就背着孩子 背着他在这个医院的走廊里 我就大声地哭 可是事情发生了 我也不能逃避 我要面对呀 我还不能让他知道我的难受 哭完了我就回来了 我跟他说 没事 医生说了 你这个毛病不是大毛病 还是有救的 咱们好好住院吧 好好治疗吧 就这样一直在医院又待了三个月 出院以后呀 他摆架也不能坐起来 就是每天 我都要 白天上班 然后晚上给他翻身 给他端屎端尿的 一个女人翻一个男人的身挺重的 当时真的非常不适应 因为他能干活的时候 我基本什么都不做 我就只管上班 一般的活都是他来做 那时候孩子多大 孩子我们的儿子刚上三年级 闺女那时候上初中 你还要照顾两个孩子 对 突然之间从甩手掌柜 要变成了一个家里的顶梁柱 一下感觉我就强大了 你哭吗那会儿 每天都哭 那你是当着他面哭 还是躲起来哭 躲起来 不能让他看见他 对对对 下班的时候把路上都有可能停下来哭 就突然太突然了 对对对 这个事情太突然了 以前是长中宝 现在是顶梁柱 你后来怎么想着的 让他绣十字析 当时不是挺流行这个东西的吗 后来我们同事说 你老公每天在家里待着 也没什么事 你看看你是不是让他也 干点理所能及的活 我老公出车回来 他还帮我点点点 然后有时候偶尔还绣绣呢 回来我就跟他聊天似的说 我说你看 我们那个同事的老公 人家出车回来 晚上还帮媳妇点点 绣两针呢 他能做的事 你是不是也试试能做呀 给自己找点事干 是不是 省你这个天天在这闲着 我说明天我上班 我把点给你点好了 你在家 你试试能不能把这个完整的字 给我绣下来 结果 等我下班回来了 他说 你看看 看看我绣得怎么样 我一看 我说行啊 你看背面 你这个针角 比我绣得还好呢 果然有天分 从那开始 他说 那你再买一个 咱俩合作 你把点给我点了 然后你走了 我来接着绣 就这样我们俩合作 绣了一块那个黄金板地 绣完以后 他说的 你再给我买一块 我自己完成一幅作品试试 因为那个时候 他就是已经 让我教他怎么看图纸 这个图纸就是 他已经会看了 自己一阵一线的 每天点点自个儿秀 就这样